渔民的婚礼在船上举办 新娘出嫁坐的轿子很少有人见过 船上人家的婚嫁还有哪些讲究呢 风雨之夜到江里去捕鱼能有多少的收获 渔民招待客人除了鱼还有哪些美味 本期《乡土》走近建德 看三江交汇之处渔民的生活 你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乡土》 浙江省的新安江 兰江 复春江的交汇处 称为三江口 这三江口有许多靠捕鱼为生的渔民 这些渔民主要来自九个姓氏 所以叫做九姓渔民 之所以我们的节目选择来讲讲他们的故事 那是因为九姓渔民的一些风俗习惯很独特 比如说了啊 新娘做的轿子就跟大家印象当中的轿子差得太远 端午节呢 他们也吃粽子 可是他们的粽子却是用草木灰泡出来的 一把稻草摆在地上就是普通的稻草 然后点燃它 这个地方在浙江省建德市三都镇的新河村 一会儿的功夫 稻草就烧成了灰 等稻草灰凉了之后就可以收集起来了 如果说这些稻草灰是食物的原料 那肯定不确切 可这些稻草灰有些真的是要被吃到嘴里去 这些稻草灰至少能说成是食物的配料或者调料 稻草灰浇开水 这个步骤是做灰汤 他们说的灰汤就是带有草木灰的水 这里不能叫水 一定要说成汤 这些灰汤就像肉汤鱼汤一样 是要拿去做美味的 真正要做成汤还要过滤两次 最后这些灰汤要加到糯米里去 怎么会想到要用稻草灰来刨这个米呢 我们这些是老伯藏下来的 是老一伯的人 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不知道吗 这个是我老一伯教我怎么做 这样做起来就更好吃 这样黑的刨出来是不是米就是黑的了呢 这样黑的汤是黑的 刨出来米是黄色的 灰汤要一次多准备一点 除了用来浸泡糯米之外 还有别的用处 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个灰汤都吃得不好啊 灰汤这个灰好吃的吧 我们煮袋都是这样子 弄的传下来的 吃下去都没问题的 对身体有什么好处的也不知道 对身体小孩子多吃也不要紧 也会消瘦的 未病有未病人这个呢 种子其实都好的不要紧的 糯米浸泡好吃后就可以包粽子了 包粽子没有什么特点 用粽叶包起来就好了 粽子馅可以是蜜枣的 也可以是肉鱼或者豆沙之类的料 粽子包好了就要拿到锅里去煮 煮粽子的水也要用灰汤 灰汤往锅里倒的过程中能看出来 这些灰汤的颜色并不是黑的 而是有点黄 灰汤经过浸泡 再加上长时间的煮 这些灰汤就能够渗进米里去 这样的方法做出来的粽子 叫做灰汤粽 那个粽子一定要浸到 水里面 浸泡要一个多小时 煮也要一个多小时 时间长一点 灰汤浸到粽子里就多一点 灰汤既可以用稻草 也可以用爱蒿或接杆之类的东西 灰汤实际上就是一种碱水 我看这粽子来是黄的了 是黄的 它刚才黑的所以怎么粽子来说会黄的呢 没有吃过的人第一次吃灰汤粽会有一点瑟瑟的感觉 吃习惯了灰汤粽会时时想吃它 由于这种粽子的做法特殊 所以比普通的粽子更加软糯爽口 吃了可以解油腻帮助消化 并且时间放久一点也不会坏 是当地人喜爱的一种美食 建德的三都镇有许多的渔村 渔民在江上捕鱼 过去他们就像海上的淡家人一样 吃住都在船上不穿鞋也不上岸 古代渔民按照当时的要求是不能上岸的 所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婚纱嫁娶都在船上进行的 生活在三江口的渔民有九个姓 所以也叫九姓渔民 一个传说是朱元璋跟陈有亮 当时就是在战争的时候 那么这个九姓呢 实际上是陈有亮下面九个部件的姓氏 那么陈有亮被朱元璋打败以后 那么这批部件就被贬为 但是我们就贬为贱民了 居住在船上靠打鱼为生 渔民也有自己独特的一些风俗习惯 比如他们抬新娘用的轿子 其他地方就很少见到 鱼船上贴着大红的喜字 桅杆上还有理性的旗帜 那就是说李家的儿子要娶亲 这条船是迎亲的 新郎就待在船舱里 船头有湄公和请来抬轿子的人 九姓渔民在船上都是光脚的 过去被贬为贱民 官府怕他们上岸就不准穿鞋 船舱里还有一个红色的盆子 没有它新娘就娶不回家 迎亲的船除了在新郎的 还有锣鼓索纳的船 加上后面的几条 组成了一个船队 陈姓家的渔船就停在岸边 李家的船靠过来之后 两条船就绑在了一起 婚礼仪式就在这两条船上举行 婚礼仪式在梅宫梅婆的主持下进行 梅宫开场之后请梅婆 在船上梅婆不叫梅婆 而是叫历士 新郎接新娘的花轿也抬出来了 花轿就是前面看到的红色盆子 他们不用轿子 是吧 他们用农村里叫一个洗澡棚 那采联棚拿来当一种轿子 用盆子代替轿子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船上地方小 轿子没法抬 花轿先由南方轿夫抬着转几圈之后 交给新娘船上的轿夫 新娘坐进轿子里之后 历士娘娘拿着一杆秤 这是要帮新娘称嫁妆 看看新郎家给了多少聘礼 收了南方的聘礼 女方还要有陪嫁的嫁妆 起叫之前姑娘要离开家人 历士娘娘要给姑娘喂黎娘饭 黎娘饭就是出嫁之前的最后一顿饭 轿子来吃口理念饭 哎哟 我打着平常牛的脑袋还跑南威蜜 轿子不要跑南威蜜来吃口理念饭 来年生感和爸爸 父母为你笑意 理念饭为何了请起叫 愚民兄弟们 和新娘子的花招开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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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金鸟坐花轿来到了新郎的船上 下面就可以举行拜堂仪式了 一拜天地 一拜祝福红山堂 新郎官吧 新娘子的红盖头 切开 家家这个新娘子漂不漂亮 漂亮 新郎官新娘子 新郎新娘入洞房之后 还要出来分发喜堂 感谢大家来参加婚礼 渔民招待客人 除了鱼还有哪些美味 本期乡土走近建德 看三江交汇之处 渔民的生活 三江口的九姓渔民的盆子 既是他们的生活用具 也是孩子们的玩具 父母把孩子放进盆子里 可以在江里转圈圈 渔家姑娘都希望坐进轿子 这和很多人喜欢穿婚纱 是一样的道理 他们觉得坐轿特别美 现在看见的九姓渔民的婚礼 是按过去的方式再现的 坐盆子一样的轿子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有 七十年代上岸定居之后 这种婚礼仪式就只有再现才能看得到 九姓渔民应该说 世世代代都是在江山生活 结伴以后 我们政府才把这些江山的渔民 逐步的请他们 搬上岸上来住 渔民的婚礼在船上举办 新娘出嫁坐的轿子 很少有人见过 船上人家的婚嫁 还有哪些讲究呢 风雨之夜到江里去捕鱼 能有多少的收获 渔民招待客人 除了鱼 还有哪些美味 本吉祥土走近建德 看三江交汇之处 渔民的生活 这里就是九姓渔民定居的地方 三江口村 过去住在船上 现在住在岸上 居住的地方变了 他们的生活习惯有改变吗 这位叫陈章生 今年58岁了 这栋三层楼房 就是他们的家 这是他们平时吃的东西 有鱼 田螺 还有鸡蛋 蔬菜 做鱼的方法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也是先用油煎一下 然后加水去炖 陈章生的母亲已经九十多岁了 当年他嫁到陈家 就是用盆子抬过来的 这位是陈章生的妻子 许章梅 他今年53岁 到了他这一辈 就没有做过盆子了 现在他们的生活与过去相比 已经改观了很多 陈章生现在不到江里捕鱼了 他把自己的家改成了瑜伽乐 有人来渔村 他们就用瑜伽传统的菜肴来招待 相对来说 瑜伽乐比捕鱼效益更好一些 他们家里烧给客人吃的鱼 都是从江里捕来的 他们按照传统的方法来做 看似简单 实际上味道还是比较香浓的 鼓励渔民开玩瑜伽乐 也是渔民转产转业的一个方向 三江口九姓渔民做的菜 以香辣为主 这样的菜吃起来味道浓郁 陈章生家不远处的这户人家 他们家还有石旧 过去船上是没有石旧的 这是上岸定居之后置办的 蒸好的糯米端出来 倒进石旧里 看来是要打瓷吧 不过在当地 他们叫打麻瓷 和打瓷吧差不多 打麻瓷是渔民上岸定居之后 跟当地学的 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 渔民的生活方式也有所改变 糯米打好以后 直接可以吃 平时所说的瓷吧就是这样吃的 三都的麻瓷就是在瓷吧之外 还要加芝麻红糖 芝麻有香味 红糖甜 这样的麻瓷既糯还又香又甜 人们特别喜欢吃 芝麻馅既可以包在瓷吧里 还可以裹到瓷吧的外面 这样吃起来就更加香甜 这里是新安江 富春江和蓝江的汇合处 所以江面比较宽 适合捕鱼 白天江里很少能看见渔船 这里的渔民白天都不打鱼 渔船停泊在岸边 夕阳西下的时候也不会有渔船出去 据说只有下半夜 渔民才会到江里捕鱼 凌晨十二点半 渔民陈鸿生带着他老婆麻丹去捕鱼 几乎每天他们都是下半夜去捕鱼 下半夜去捕鱼 不仅仅是陈鸿生他们 很多渔民都是这个点出发 半夜正是睡觉的好时候 渔民那么晚出去能捕到多少鱼呢 这晚上黑乎乎的 你知道哪里有鱼 哪里没有鱼吗 鱼子不知道 同运气的 陈鸿生的老婆麻丹不是渔村的 嫁给陈鸿生之后才学会了捕鱼 他们俩有一个儿子 正在上高中 儿子学习好 他们要多给儿子挣些钱 以备今后上大学用 他们的网下在潜水里是抓小鱼的 很多条鱼网连接起来一次要下一个多小时 第二次下网的时候天空下起了雨 他们冒雨把所有的鱼网下好了 总共花了两个多小时 这之后有一点休息的时间 这条船上是一对老年夫妻 雨越下越大 两位老人收的是大网 大网适合下在水深的地方 而且是抓大鱼的 看了大鱼二十分钟左右 才捕到两条鱼 到了陈鸿生收网的时候 他能收多少呢 雨一直下 陈鸿生和老婆穿戴好鱼匹 开始收网 他们收上来的都是一些小鱼 大网抓大鱼 小网抓小鱼 陈鸿生为什么不用大网呢 小网抓到的都是一些小野鱼 比如这样的黄刺鱼 价钱比大网捕到的鲤鱼白连要贵得多 雨越下越大 而且还有雷声 江面空旷 在雷雨天打鱼 加上有照明的灯 还是特别危险 雨下大了 船舱里面积满了雨水 我们的边岛也不能闲着 隔一会儿就要往船舱外摇水 我们的边岛为渔民担心 担心雷电 也怕有暴风来 不过渔民好像不在乎风雨雷电 他们只是专心的收网 有时还有惊喜 他们的小网也裹上了一条大鲤鱼 从四点钟开始收网到六点多 除了一条大鲤鱼和一些小鱼 忙碌了几个小时 似乎没有多大的收获 陈鸿生回家做早餐 他的老婆等鱼贩子 要卖了鱼才回家 大一些的鱼要拿去卖钱 这些小鱼他们就拿回来下面条吃 现在的鱼很便宜 五斤重的鲤鱼只能卖十元钱 两元钱一斤 陈鸿生把这些小鱼煮了 把鱼肉捞出来 用鱼汤来下面条 小鱼刺多 和面条一起煮的话 刺就难得挑出来 鱼汤面条煮好了 麻丹卖了鱼回家了 谁也想不到 一晚上捕的鱼只卖了四十五元 麻丹回来也不知道是疲倦还是不高兴 反正情绪比较低落 吃面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 吃饭之后休息一会儿 白天他们还要到周围打零工 为了生活好些 每天都要辛勤劳动 前面说了 三江口村除了像陈鸿生他们那样打鱼的 还有很多人开了鱼家乐 江里捕来的鱼鲜活 很多人都愿意到鱼村里来吃 这位叫钱根燕 今年还不到四十岁 算是新一代的渔民 他们家没有了鱼船 就靠鱼家乐来赚钱 白条鱼既可以清蒸 也可以红烧 不管怎么做 这种鱼都好吃 因为它的肉质特别细嫩 这样的鱼别看它小 比两元一斤的鲤鱼可贵多了 在当地也要二三十元一斤 一条小鱼就顶一条大鱼 这样的鱼更小也更贵 鱼村有一道名菜 九姓棍子鱼 三江口鱼村有九姓 每个姓氏都有一道自己的拿手菜 九姓的鱼头也很有名 九姓韭菜全鱼宴 现在已经成为三江口鱼村的一道特色美食 好了诸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中国有多奇 乡土告诉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水上飞散看全景 杀活大鱼抓不住 拓荒老辈撒热血 荒漠塞北换新颜 小鸟海狮有绝活 羊皮筏字花儿配 华沙新体验 苍凉与丰饶 粗粒与柔美 想要释放自己 放飞心灵 请跟我们来体验 下期请收看乡土 赛上江南的新发泄 渡 Bot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转发 打赏心灵